习近平在二十大的开幕演说 看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眼中 其实跟川普的竞选口号很像 就是让中国大陆再次伟大 CNN认为习近平要透过加强共产党 对大陆社会的全面掌控来达成这个目的 换句话说包括防疫的清零政策 倒对新疆 香港 乃至于台湾 习近平的各种强硬措施 都是为了实现他伟大中国的梦想 他在台湾向台湾的侵略 祝着与美国的国家和川普共产党 中国告诉其他人 这些行动都远远了 习近平拒绝跟着美国的规则走 换来的是美方在贸易 科技跟人权上的施压 习近平领导下的大陆跟俄罗斯越走越近 为了创建新的国际秩序 把美国视为共同敌人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